大家好,接下來星期三的快捕谷賽事 形勢比較複雜一點,但不要緊 在複雜之中,我也會有些冷碼推介給大家 我覺得這隻用來做膽都適合數 不過在我還未介紹這隻馬丹之前 大家記得做這個步驟 留言、讚、分享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鈴鐺的鈴鐺 最後一個步驟是做什麼 看看棒的貼士 也要提醒大家 快到月尾 如果你還未做會員 就快點做回到二月份的會員 因為二月份我們陸續會有好東西 繼續提供給大家 事不宜遲 這場賽事的形勢相當混亂 但在混亂的場合之中 我覺得這隻馬 冷冷地要來握蛋都可以 立即看看我介紹哪隻馬 給大家這場去握蛋 今次博冷門和大家重溫這隻大燈電 在上次發如谷千霸表現 大燈電是哪一隻呢 看到藍黃色帽 白色帽 12號那一隻就是大燈電 中間有些紅黃色帽 看看看看那一隻就是大燈電 今次就是潘明輝奇 大約在第八位 在二檔那一隻 在二搭那一隻就是大燈電 拍著3號 白色3號那一隻的路路爽 就是大燈電 現在在尾四的位置 為何選這隻馬給大家呢 其實就看到他開始就在這場賽事 追勢也是一個不錯的表現 所以今次增程去到2200 我覺得第一個賠率不會很熱 第二就是其實這隻馬增程也對 因為可能跑長一點 比他去衝就更加好 現在看到放頭10號 簡條3號那一隻就是滿多福 5號 黃色3號那一隻就是這隻龍船快 看到大燈電 現在也是在尾四的位置 守住外蘭二搭那一路都是 跟著馬群的距離不算很遠 一路看到他 潘明輝也是按著這隻馬 就不是讓他走得很前 因為還是留一段去衝會比較好 頭兩位暫時都沒有變得 3號 抱歉 第3位 8號這隻聶景追飛 一路都是跟著在前面 看到和大家推介這隻大燈電 開始在轉彎400米的時候 潘明輝 黑色眼罩那一隻就開始 推騎 開始發力 其實打兩邊下去 這隻大燈電在外擋那裡 有個不錯的追勢 不過始終覺得他如果 這次他比較多 腳程他追 可能會更加 當然滿多幅都是由頭分頭 然後 跟著 最後這幾部走上來的時候 大燈電 真的不是說笑的 魚狼似褲地走上來 我覺得 這次再給他走長一點 他有一定的長力的話 我覺得有機會爆冷 就跟大家推介這隻大燈電做膽 好 波瀾文的長次除了報紋的坐騎大登殿這隻諾巴馬之外 腳果方面第一隻要留意的就是這隻2號的落足鳥 今次周俊諾騎有兩磅減 最近這隻馬的演出都是好的 有一邊一批 這些馬的穩陣點都要拖 另一隻大家都要留意的就是 賀明年的坐騎鑽石複象 最近的演出都好一點 上次就入圍了 這次的2檔122磅 我覺得都是範圍選擇 最後一隻應該都會比較難滿一點 我在綠燈和起月一生兩隻之間 有賠率的起月一生 因為它115磅 其實季初沙田都是在182000左右上名 這次希薇心騎 看看可不可以幫到這隻馬 打開它成利之門 因它香港是在今季上過兩次名 這隻馬不算老很老的 但始終質素一般的看看可不可以 會抱著個輕綁好當偷雞 重複今次的選擇 大燈電做膽拖 落足鳥 鑽石複雀和喜悅一生 希望大家在今次的博覽門賽事就像上次一樣 起碼都由位置挑中一下 好拍檔阿鵬一樣有好東西提供給大家 聽完他的心髓 非常好 大家好 剛才那場的刨冷 你看過是否合心髓 這場的推介是比較正爐和穩固的推介 這隻脈要來做膽嗎?應該沒問題 一定是穩固派來的 這隻穩固派的脈是哪一隻呢? 一會兒你看片就知道了 未看片之前 不厭其談再說一次這幾個步驟 留言、讚、分享我們的片段 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下鈴鐺 因為你們做這幾個步驟對我們頻道的營運是非常重要的 你們有做的話 我們的頻道就會更多人知道 OK 還有臨近月尾也提提各位會員 還沒做會員的 快點就繼續做會員了 最後一個步驟 你不看也不行的 就是我老友阿鵬 他的心髓都非常好 看他的脈膽推介 星期三的賽事可以說四個字 無往而不利 是五個字才對 OK 事不宜遲 立即和大家看看我這次推介哪一隻 穩固一點的打給大家 推片 和大家重溫這隻象神 在上次五班千爺表現 晉神就是1號的粉紅色衣服 白星母那隻就是晉神1號 這隻紅色頭罩 鐵欄大約在尾四的位置就是晉神 這場其實巴道騎也算在前面 初頭那一段不是真的搶得很快 但是後面後上的能力也展現到他不錯 我覺得近來他的狀態好 你知道五班馬都是跑狀態 你說哪隻馬特別穩就肯定不會 聰明就不會落到五班 看見放頭 四號粉紅色衣服就是月球 七號綠色衣服就是紀利大師 然後十一號粉紅色衣服就是歡樂好友 跟大家介紹的晉神 現在是在尾三 紅色頭罩 白色帽粉紅色衣服就是晉神 進來直路的時候 晉神好像這裏沒什麼位置 但是剛剛擺正唐太 中間這裏有個位置 不如走上來 巴道也是推騎之下 這隻馬再走外來蕩少少 一路其實打上來 都有不錯的追勢 最後這幾步都保持過勁勢 但是都沒辦法追到前面的9秒9 然後前鋒跑到第二 他跑到第三 叫做有交代 所以其實這隻馬都有一定的質素 在這個班次加上他的狀態都不錯的情況之下 這場找他拿膽應該都很穩 好今次就除了一隻重磅一點的 都是暴民助騎晉神要來做膽 之外腳方面第一隻都是外套 這場的外套馬都真的比較有質素 薄一薄 我就會選洛斑這隻人和家乘 因為始終這隻馬都算是有點質地 雖然說老了 中逆禮減五薄不用說了 這些都是薄輕磅 看看可不可以 就真的幫到這隻馬 有個比較好的表現 另一隻大家要留意的 就是這隻 七路的謙謙君子 最近都贏過了 至少這隻馬 最近贏過 叫做會贏就會贏 五班長次 有好狀態的馬 我演出不是很穩定 有些像街市魚檔的海鮮 但也不要緊海鮮還海鮮 有好狀態的榜不太重 重複這次選擇 盡神造膽 拖另一隻外套馬的 人和家乘 七路的謙謙君子 還有這隻有好狀態的飛躍海船 希望這場五班的賽事 就順順利利 都幫到大家 好像上次一樣 中到三重賽 就非常好 除了我的提示之外 好拍檔 一樣都有好東西提供給大家 上次阿鵬提供的福日 也有位置給大家 聽完他的提示 用來做渣膽 真的無往而不利 希望大家接下來的賽事 在3T和六環賽 都有多寶的情況之下 一起贏爆馬會 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 HELLO 大家好 上次福日也叫做 跑了個位置 還想著他的積路 也有 怎知道只有短短的力 但不要緊 起碼都有位置 有個交代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的台 繼續CLS我們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我們 還有按鈴鐺 有新片你會收到的 最緊要看張傲詩的片 有時候有很多冷門推介給大家 這個時間 馬上去看看我今次介紹什麼 給大家 這次積膽推介7場5號 橫與風彩 我們一起重溫一下上場的表現 其實上場的對手都挺厲害 出閘 第十檔出到來 看到粉紅色35號 那隻 不斷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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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現在就脫了一點 但其實 頭段是浪費了一點力 如果正常 武馬 搞你 他頭段被他捱到近 我覺得 感覺好一點 但當然 他這一場 輸給他的對手都很厲害 合火紅心 這隻 真是 合火紅心 這隻 轉個勢也挺好 那隻 那隻 擱了那隻 擱了那隻 但是白色不好那隻 就是合火紅心 接著 這個位置 想著他 看細尺差不多到 還有哪一百八十米 接著 給兩下 那隻 真是超超的 合火紅心 幾個戰報部門都打過了 接著 這邊 你不要說過還過 這隻環宇風吹 不斷打下去 還有 完全不會散 還有這隻馬 進步空間很好 一路一路看 今季跑三次 越跑越好 上次第二 今次 找阿頓哥 可能第一 頓哥剛剛成大了 6 win 今次 七場五無 這隻環宇風采 我覺得 馬有進步 再加上找阿頓哥 但是 都是排十檔 不要緊 希望這隻馬 對著這一組 這一組 我覺得沒有上一組那麼強 所以 有機會在這裏 吃的 叫做開齋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 星期三 講多無謂 一月底 最後一個賽馬 人野馬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